台湾女星刘乔安从出道就是非不断 据前阵子她卷入跨国蔓延案后 近日竟然又传出警方在半年前在侦办此案时 在嫌犯种一自家中搜出毒品 同距离有人刘乔安也因此被验尿 不过此消息已遭检警否认 强调刘乔安房内没毒品也没验尿 而刘乔安刚刚也在网络发文表示自己很好 对于媒体报道 她并没有过多解释 事实胜于雄辩 而刘乔安从去年涉入原交风波 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的她 还被报自称超紧来向客人讨价还价 令不少网友惊到下巴 而在此之前她还曾被爆出非法募捐 在传因为赌心命理 认为自己会有两段婚姻 于是要求和前夫离婚后再结婚 没想到前夫签字后 刘乔安竟带着女儿一走了之 让男方非常难过 不过两人是在刘乔安19岁时在夜店认识 还奉死成婚 这样的结局也算是在不少网友的预料之内了 而在去年传出的社局卖淫的风波中 刘乔安就成为女主角身心俱疲 事情也闹得满城风雨 她除了重申为了10万元给家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也承认确实因为受不了庞大的舆论压力 甚至被外界视为妓女妈妈而有寻死念头 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甚至曾被医生强制住院治疗 刘乔安接受专访时坦诚 她因为12分钟的爆料影片和家人关系闹得很僵 连妈妈都要她快点找地方躲起来 必要她顾及孩子的名誉和羞耻心 女儿也不敢去校外教学 因为她被大家说是妓女妈妈 当然她否认自己最终答应为 是为10万元而出卖身体 她也放话自己最不敢想象的是 如果当时真的答应卖身 如今在网上流传的 恐怕就是自己的性爱影片了 台湾女星刘乔安从出道就是非不断 据前阵子她卷入跨国蔓延案后 近日竟然又传出警方在半年前在侦办此案时 在嫌犯中夷自家中搜出毒品 同居里有人刘乔安也因此被咽尿 不过此消息已遭检警否认 强调刘乔安房内没毒品也没咽尿 而刘乔安刚刚也在网络发文表示自己很好 对于媒体报道 她并没有过多解释 事实胜于雄辩 而刘乔安从去年涉入原交风波 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的她 还被曝自称超紧来向客人讨价还价 令不少网友惊到下巴 而在此之前她还曾被曝出非法募捐 在船因为笃信命令 认为自己会有两段婚姻 于是要求和前夫离婚后再结婚 没想到前夫签字后 刘乔安竟带着女儿一走了之 让男方非常难过 不过两人是在刘乔安19岁时在夜店认识 还奉死成婚 这样的结局也算是在不少网友的预料之内了 而在去年传出的社局卖淫的风波中 刘乔安就成为女主角身心俱疲 事情也闹得满城风雨 她除了重申为了10万元给家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也承认确实因为受不了庞大的舆论压力 甚至被外界视为妓女妈妈而有寻死念头 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甚至曾被医生详住院治疗 刘乔安接受专访时坦诚 她因为12分钟的爆料影片和家人关系闹得很僵 连妈妈都要她快点找地方躲起来 必要她顾及孩子的名誉和羞耻心 女儿也不敢去校外教学 因为她被大家说是妓女妈妈 当然她否认自己最终答应为是为10万元而出卖身体 她也放话自己最不敢想象的是 如果当时真的答应卖身 如今在网上流传的恐怕就是自己的性爱影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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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